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是一个无药可救的人 不停的是毒品 暴力 不道德的事 这就是我的生活 她是一位快要绝望的母亲 我就又大哭一场 因为我知道我很生气一生 so difficult to take care 神机有没有可能出现的呢 我看见那光啊 听见有声音说 你啊 真的是很邪恶 我再大叫 你是谁啊 耶稣 这里是新加坡一个酒廊林立的地区 年轻人都喜欢到这里聚集 林文汉 安特尼是这些酒廊的常客 我只想要享受 总是呢 这不会持续很久啊 我只想自己享受 我只想跟朋友在一起 在社会风气严谨的新加坡 安特尼却用反叛又危险的方式 来享受人生 当我醒过来呢 在我的脑海里 就是我可以往哪里去找新的毒品 哪里有供应商 那这些毒品是不是品质好啊 是不是令我飘飘燃啊 满脑子全是这些思想 滥用药物加上毒品 令到安特尼经常有强烈的暴力行为 然后有一个新年龙龙 安特尼在大发脾气 那么我就跟我弟弟跟我妹妹一起来 哇 真的那个时候很可怕 她呀 向她的母亲提高了声音 我相信是想要钱出去 她说好啊 如果不给我钱 好啊 她便走出门口了 我想历练把门锁上 未免她走出去 她就要去钥匙 她就说我跟你讲商机 一 二 三 我讲到地上你不给我 就创掉这个门 结果呢 她真的呢 远远从中间就跑过去 就踢门弯了 她母亲明白到 实在是没办法阻止她了 她就说把钥匙给她吧 并且对她说走走走 你喜欢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曾经有许多次 安特尼几乎连性命也没有了 每辆车都被损失了 然后有一次就是从 一辆车的路向 向另一辆车 一辆新的车 它整个风格转 它车的车都扁去 那是门都揍去了 但是她一点 远远都没有 我知道神在保佑她 她一出门我就要跪下 求主帮助她 安特尼的妈妈 Lilian是一位基督徒 但是多年来 看见儿子越变越坏 她束手无策 有许多次呢 我看见神机出现在我身上 在意外中我得到保护 打架等等啊 但是我不认识神 我去教会 我可以在整个崇拜呢 都在睡觉 我尝试读神的话语 我读 但是我并不明白 我觉得很困 我就说 这个神是真的吗 如果他是真的 为什么我都感觉不到他呢 为什么我都找不到 释放的途径呢 她心里是空虚的 因为每天她都想出去 她也都想出去 也想找人去陪她 也陪她一起做坏事 我感到这个个性 根本就不是我自己的 我里面感到非常的邪恶 自小在单亲家庭长大 安特尼的个性泛叛好强 小的时候就很坏了 一路来有时候 我做阿姨的 我看到她欺负弟弟 我讲她 她也不听 她说我妈妈都没有讲我 这个哥哥就是 每次都会叫我 帮他做一些 我不想要做的东西 就比如当他没有钱的时候 叫我帮他偷 因为怕他会打我 所以就听他的话 我还在中学的时候 我遇上了一些流氓 那安特尼我的表哥 他就说要帮我出头 当时我就跟他一起 加入了街头党 他是一个很威风 很威猛的人物 人人看见他都很怕他 都会让他三分 可能当那个年纪呢 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身份 我喜欢看我自己 比其他人更重要 我跟安特尼就 就每次会去泡妞 就去酒厅跳舞玩闹事 就以为说自己是 像铁金刚这样打不死的 毒品供应商呢 就是在这里卖毒品啊 那么第一次我吃毒品 是因为我想尝试 一些新的东西啊 我的朋友说这是很好的 哇会感到飘飘然的啊 所以呢我就吃了那个药丸 但是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只感到很困就睡了 我纵然那个时候是考试的时候 差不多每一个晚上我都在这儿 在其中的一间酒廊啊 热情的迪斯科音乐 不停地放啊 我们可以摇摆我们的头啊 有钱就去买药 就每次都是在半醒半醒的状态 不回家 父母打来都不听都不管 父母追着我们跑 我们就就就就离家出走 他们在后面追 我们就轻易地跑 每次都要是听到他的电话 或者有什么关于他的事的话 就是每次都是坏的啦 没有一次是好的 欠人家的债啦 喝醉酒啊 还有跟人家打架啦 都是一大堆啊 甚至去骗过人 就是在街头就跟人家说 我们的钱包都丢了 就问他们有没有 就一两块钱施舍给我们 就慢慢慢慢 找十多个就有大概二三十块 我们就去买药 我尝试停止吸食这些毒品啊 但只能维持一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呢 我的生活就只有毒品啊 毒品很毒品 毒品令到Anthony失去理性 甚至伤害家人 我哥哥每次都要向我妈妈讨钱 然后我妈妈一不给 她就每次大吵大闹啊 偶尔也是会推倒我妈妈这些啦 那时候其实我姐姐 我们大家看她真的很惨 因为她 你很时常看到她哭的 她睡觉的时候 忽然间她会醒过来 她就打电话找她的孩子 在外面一定有事的 是喝到好像很高 她就一个人出去找她 找她回来 有时候我妈妈也会报警 因为她太过暴力 警察也是来过好多次啦 来到警察都认识我们的家啦 她要钱 要三百多块 我姐姐不给她了 她要从这个三楼这边要跳下去 我还是很爱我的家庭的 当我没有被毒品困锁的时候呢 我还是很明理的啊 但是呢 每当我受到毒品的困锁的时候 就算是我的家人 我也认不得他们 我会变得非常暴力地对待他们 每次她有碰到问题的时候 她要钱 每次我拿给她就是 给她讲了 这个是神的爱 无人的爱 我真的办不到的 真的 她很要面子的人 一个人很要面子 她说我要幸运卡 你不给我 我有时候带女朋友出去 很没有这个风头啦 或是什么啦 那么我就给她一个 她就数据五个 每个限制用到完 我工作三天呢 我就休息四天 当我有钱的时候你知道啦 当我不出家门 我妈妈就知道 她一定是去吸毒品啦 毒瘾却使Anthony 时常要向罚子找钱 甚至我们的帽子 我们发我们都很怕 因为你给她看到她 她会去你的帽子 拿你的钱包的东西啦 更加坏的 乃是Anthony也都迷上了赌博 她自己要坐船 过一个岛去赌钱 因为她喝很多 很多酒 啤酒 晕倒了 等到她打电话给她妈妈的时候 她是在医院里面 有那个世界杯 足球 她也是很大胆去赌 没有钱就这样赌 那些服务员就要追赃 那么我就解决了所有的账 这个是神的爱 不是神的爱 我不可能会帮你的 妈妈Lillian经营的家具店 就是Anthony索取金钱的地方 她每次在我那边坐 它是要担心的 那么她就很迟来 她说拿一百块来 还有锁石 我今天要载女朋友出去 然后我就拿五十块 就这样放给她 她说我不是抵抗 我不是去盖 你拿钱给她 拿好好给我 她说哇 真的气死我 我看她情形不大好 所以我就载着 我说我要找一个静静的地方 为神的 祝福祢 我姐姐很大的问题 有时候她哭了 甚至哭了 有时候顾客来了 她还要擦干眼镜 继续地做她的工作 到好好就在吃的时候 就有一个好像 很爱巧克力的声描 跟我讲话 这个是圣林的 好像一个小小的男孩 然后就回去 你这样 你生气 他也生气 他说 但神 祂已经花了很多钱 祂花掉很多很多很多的钱 神就好像一句话说 我没有祝福你 为祂要花了很多 我好像听了这句话 我就把我 就停止全部的东西买的 在7-11买的 就收拾收拾了就嫁回去 曾经Anthony因为打架伤人而要作奸 Anthony我表哥 他那时候去做六个月的老师 其实是为了我打抱不平 我去偷了一个同学的手机 那个同学就心里不爽 就找了他自己的党员下来 就打了我一顿 Anthony就拿那个棍 就往他的头打 砸了 当时那个人用手顶 顶了之后就伤了他的手 之后就被警察抓了 犯法犯罪的话 我说要是没有这个孩子也是更好 惹这么多人痛苦这么多麻烦 我曾经跟我妈妈讲过 这个孩子真是无药可救 我觉得放弃是没有听过 他一直求神祷告能够改变他 但是一直没有结果 在Anthony坐牢的时候 他风雨不改的都有去探望他 有一次我父亲也有讲 你看你很惨 他说不会因为我有耶稣 他说不会因为我有耶稣 他也是跪下去祷告 就是感谢主他平安地回来 很奇怪 为什么李琳给这个Anthony 闹得这么厉害 他也一点不乱 他生意上还做得很好 很镇定 每一次创造车 他都跟上帝说 我谢谢你救我儿子的命 我说他怎么会有这样好的信心 其实Anthony都有他清醒和后悔的时刻 当毒品的效力渐渐减退了 那么我开始清醒过来了 那么我会说 怎么我会做这些事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到底做了些什么 这些事情 我差点把屋子给拆了 捣烂所有的东西 有一段时期我真的是 也是引力他了 因为当时我觉得说 他无药可救了 他还 当时我 我 觉得说 他 他坏到 连自己的亲人他都不管了 我有一段时期 我没有钱了 他就硬逼着我去跟朋友借 之前我就 我真的很怕他 他打来我都不听电话 一次又一次的犯事 Anthony连自己都想放弃自己 这些年来呢 不停的就是毒品啊 暴力啊 不道德的事啊 这就是我的生活 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呢 别人在这个年纪都已经在工作了 有自己的人生目标跟方向啊 但是对我来说呢 我什么都没有 就只有放纵 只有毒品 对我的生活毫无意义 作为妈妈 历练都曾经忍痛 将被放肩 但是仍然要坚守行为的Anthony 再次待犯警署 我订阅Lock Smith 那个保护警察跟警察来 是很痛啦 那时候他被扣回去的时候 他整个脸好像白纸这样 那时候他很恨 在港化院的时候 我去拜访他 他每次 他的眼睛都不要看着我 但是骂我 骂到很粗 他这种的母亲都有 一直骂我 各种的方法都尝试过 但是Anthony仍然被毒品紧紧抓着 甚至连Lilian的信心都被动摇 有一次就是说他回来 他就吃药 钱包又被人家偷棄 他的女朋友是离开他 然后他回来他说 我要去找我的女朋友 他要车 我肯定不给他车架 很危险的 那么他一直要出去 那么我就阻止不了他 他一出去我心 我就觉得 为什么神会让他 没有改良 一直悲惊 我又大哭一场 因为我知道 我很生气神 我说 为什么你给我这个 祝福 很难 很严重 很 给我很多很多麻烦的 那么我就教回给你了 现在你去干顾了 快要流干的眼泪 无奈地祷告 真神耶稣 是不是仍然倾听呢 耶稣基督能够赦免人的过犯 改变人的生命 有一晚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天晚上呢 我正要回到我的房间 我就看见这个闪光 我看见这个闪光在我的面前 我就说 这是什么啊 所以我看着光 然后有声音说 你呀 真的很邪恶 我就很吃惊地说 你是谁 我因为这个声音而震惊 然后呢 这个声音又再度出现 我就是那位过去 现在和快要来的 我再大叫 你是谁 耶稣 我说 应该是他吃药太多 幻想 我说 OK啦 我们跪下来求主 如果耶稣在 耶稣可以来 改变你 他就在我房间睡两个晚上 不敢回去他房间 最后第三天说 我赶了 我知道是耶稣 他要来改变我 我很担心 我就一直哭 他又问我 耶稣在改变我 你哭干嘛 那个光照了四十天 我需要读神的话语 每一天 从早到晚 天天读圣经 而且他是一个 不爱读书的人 就每天会读圣经 我真的看了很惊讶 Anthony他呢 曾经听到神的声音 而悔改啊 这个呢 是一个特殊的经历来的 很可能呢 有许多的基督徒 不是这样信耶稣 那我相信呢 就因为他是一个 很特殊的一个个案呢 那如果上帝 不用一个特殊的方法呢 很可能呢 他不会悔改 很可能呢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牧师啊 跟他讲起耶稣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反改 他可能呢 觉得你是多余的 事实上呢 你不了解我们的世界 上帝绝对爱他 他会用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呢 来到感动一个特殊的人 特别在特殊的处境 特殊的经历的人呢 来到让他觉得啊 原来在这个人世间里面呢 有一位上帝的存在 所以上帝亲自的讲话 或者亲自的一个 的呼召呢 亲自的邀请呢 对Anthony来说啊 绝对是一个正面的帮助 我被改变的那一天呢 是在2004年 就是从那天起 我的整个 nightmare就是 over 很感谢主 他的改变就是很突然的 就没有抽烟啊 没有出去玩啊 没有赌博这些啦 我妈妈呢 跟许多的牧师啊 都觉得我很疯狂啊 他们为我祈祷啊 他们以为我是被鬼附身啊 我停止了吸毒品 我停止了喝酒的习惯 所有的都停了 这是完全的改变 我不相信啊 但是一直看上 一年两年过去 越来越好起来了 我现在我真正的相信 人是多坏是能够改变的 只有我们靠神 我们的真神 我们的主一定能改变的 基督改变了我 基督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 现在呢 我所过的生活 真的是很有意义啊 因为我有新的焦点 我爱神的子民 我爱神 我可以靠着神 他的力量来做事 正行相信 顺服耶稣基督的安特尼 决心要在未来的日子 传讲神奇妙的拯救 所以他进入神学院读书 做好准备 当我在中学的时候呢 我因为毒品而没有办法做好啊 所以呢 我的成绩非常差 但当我进入圣经学院呢 我知道 神在学业上面帮助我 这是我在圣经学院的最后一年了 安特尼弟兄 他是一个好学生 很勤力的 常常啊 在功课上帮助我呢 当我遇上困难的时候 他常会告诉我 神能够改变了他 也定能够改变其他人的生命 要改变西徒真的是很困难 我就是看到了安特尼的改变之后 我才渐渐的 像他一样去改变 而且去信主 去读圣经 而了解说 其实我们还有救 啊 我本人不是一个基督徒 所以 当我看见安特尼的改变啊 我对神的能力啊 是感到很惊讶 在约翰福音3章16节说呢 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有时候我自己在想 为什么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如此的罪人 但神呢 仍然这样爱我啊 愿意在他的圣工上面用我 当我跟那些 与我有相同背景的年轻人交谈 比如说 毒品啊 帮派啊 神呢 真的使用我去帮助他们 在基督里面去找到释放 回到昔日经常流连的酒廊 安特尼很清楚 今天的他 得到了一份莫大的恩典 以前这个地方呢 是用来填满我空虚心灵的地方 但是现在呢 基督填满了我空虚的心灵 现在我的生命满有意义啊 我的生命满有意向 我的生命满有目标 除了我们的神 我们的耶稣的大能 真的这个是 在我们家人看是没有可能的 历练也都衷心感谢耶稣基督 因为神擦干了她的泪水 现在你叫我哭 我哭不出来 因为如果你叫 我只是会哭怎样呢 你们拒绝神的爱 我就会哭起来 因为神太爱你们 你们每个人都拒绝神的爱 这些我可以哭 但你问我哭过我的过程 我知道神是在我 耶稣基督行的神迹超乎想象 他的作为跟时间超过人的计划 你或者你关心的人 是不是同样陷入无法自救的困境呢 用信心打来恩与生命热线 或者到访恩与的王子 来认识真神耶稣 他同样可以将神迹 带到你的生命之中 我知道神对我来说是很真实的 并且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真实的 如果他能改变我 他也能改变许多人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